中共连根拔韭菜前官员发警告 英国政府在武器禁运期间 向中国出售巨额军事设备 中共联合台湾某台搞宣传 驻台记者彭内丁梢 苹果停刊三周年 前记者聚看新闻 线上博彩 孔城 中共特洛伊木马 危及菲律宾国安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行耀文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二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面对经济崩塌 中共试图自救 但是出招越来越乱 中国的百姓也开始 在受到严密监管的社交媒体上 不留情面的吐槽 有熟悉中国社会的人士分析认为 国内的气氛越来越诡异 这眼看着房地产市场是越来越萧条 安徽省 凤阳市 江苏省 南通市 湖北省 鄂州市等地发出通知 说今年内 农民如果自愿地放弃宅基地 并且进城购房 可以获得奖励 各地的奖励金额不等 大概在几万元人民币左右 例如凤阳县一次性给5万元 这一消息一出 微博 热议 几乎全都是大胆的批评嘲讽 有人说 官方给几万块补贴太少了 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子 有的是30万 50万盖起来的 有人反击说 鼓励公务员退出养老金机制 一次性补助5万元 有人接底说 这目的就是忽悠农民 去城里买房 去库存 有人干脆说 国家鼓励干的 千万别要信 海外网友说 这些话都敢说 这些网友不好骗了 也有人分析说 引诱农民抛弃宅基地上的 现有住房 进城买房 大概是官府的绝望之举 折腾过了临界点 经济真的趴窝了 它不是束手无策 就是手忙脚乱 或者是雪上加霜 趴窝可能是正在变成断崖式的落体 官府已经把诱导消费的耳全都抛光了 但是花钱咬勾的还是寥寥无几 钱驴寄穷的状态之下 转向农民抛耳 但是农民要是有钱进城买房 早就不是农民了 江苏时事评论人士张建平 对自由亚洲表示 这个新政等于宣告 5月份最大规模救市政策 没有起作用 不能救国防市 而虽然各地都说是鼓励农民自愿退地 但担心所有的自愿到最后 都一定会变成非常血腥 不自愿也得自愿的情况 就像是拆迁都变成了趁火打劫 微博上有人总结说 从最近的新闻来看 现在心思第一放在农民身上 让农民放弃宅基地 第二是放在企业身上 成立警税作战中心 倒查N年 第三是盯在居民的存款上 想当局有多么大的改革开放旧经济 几乎没有可能 还有国内的网民批评当局 试图脱困的这几个烂招说 经济困难成这样了 税务还越管越紧 前段时间热搜 税务部门没有倒查20年30年的安排 说明群众的担心是雪亮的 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差 一边是经济低迷的情况之下 要求持续增长 一边税务勒紧不放 高任向内人心惶惶 本身就是自向矛盾 另外一方面 中国的百姓对当局是越来越警惕 和不信任 越来越敢言 另外一方面 中共官场也不安定 中共中纪委赶在三中全会前 展开一轮大抓捕 原洗澡一把手吴英杰等人落马 中共党魁习近平到延安 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 强调党管军队 党管一切 会议通稿30多次提到了政治一词 原中共内蒙古官员杜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中国正陷入自1949年以来 一场最大的全局性的溃败 经济持续下行 各种旧市招数跌出 但是房市 股市 债市 地方债 失业率 制造业 居民收入 农民工收入不过呈现急速坠落之势 杜文又谈到政治局势时说 中共二十大后 大批军政高层下台 原本去年秋天举行的中共二十节三中全会 也延到了今年七月份 就是因为中共高层在人事和经济问题上意见分歧 杜文说 政治经济及军事震荡 直接体现在中共政府正迅速的失去把控力 这个国家正在失控 未来中国可能会面临一系列的更严峻的挑战 社会各阶层不满情绪都在累积 一旦触发点出现 这些问题会集中爆发 杜文认为 中国会爆发一场 甚至多场更大规模的政治 经济 甚至是军事动荡 英国商务部本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尽管英国自2022年5月起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 但是去年仍然向中国出售了价值256亿英镑的军事设备 及军民两用设备 英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2022年 也就是武器禁运实施的这一年 英国卖给中国的军事设备及军民两用设备 总额高达297亿英镑 比前一年的240亿英镑高出近23% 2023年 军售总额是256亿英镑 比军售禁令实施前的2021年仍然高出了6% 据美国之音6月14日的报道 英国政府在武器禁运期间 授权向中国销售超过100种军事相关设备 其中包括弹道测试设备 头盔组件以及夜视武器技术 这种武器可在夜间精准定位 攻击远距离目标 此外 英国还向中国出口可用于军事用途的 所谓民用设备 如油233核反应堆技术 小型武器弹药 雷射器 成像相机和信息安全软件 虽然英国政府称设备大部分用于商业目的 但是却拒绝透露到底卖给中国哪些公司 反军售运动的研究协调员伯洛·弗里曼博士 对美国之音表示 英国2022和2023年对中国总额高达540亿英镑的军售 让他担忧 官方只是说信息安全设备和软件 这种描述太宽泛了 弗里曼博士问道 这些设备的具体用途和潜在用户是什么 他们可能会被用于什么目的 弗里曼博士分析说 即使英国将大部分设备卖给中国的商业机构 而不是直接供应给中国的军队或者是警察 但是商业技术公司在中国的防火墙和整个监控系统中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英国政府需要更多透明度来保证 这些军售不会被用来加强对民众的监视和压制 弗里曼博士还提到 中方有可能利用从英国买来的这些设备 向英国及其盟友发动网络攻击 英国副首相奥利福·道登三月份曾公布 北京政府通过武汉小瑞智科技有限公司 对英国选举监管机构等部门和43个英国国会议员 进行黑客攻击 5月份英国国防部遭到中国黑客的攻击 约27万名军人的薪资数据被窃取 国际关系智库地缘战略委员会的 中国研究员林利向美国之音表示 她感到好奇的是 英国政府是如何在武器禁运之下 向中国出售军民双用途技术 林利说 我们需要更多的透明度 英国商贸部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 有资深媒体人25号向自由时报爆料 台湾某电视台制作播放的政论节目 从主题到脚本都是中共官媒 新华社的记者现场参与 新华社记者甚至直接在录影棚叮烧 爆料说 中共国台办在今年初陆续地接触台湾几家电视台 想用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作为交换 让电视台出面制作特定的政论节目 带动台湾社会的风向 不过 由于国台办的要求 与习惯新闻自由的台湾媒体落差太大 最后只有一家电视台愿意合作 新政论节目的制作人 在每周召开的制作会议上 按照中共国台办指定的角度或主题来安排脚本 例如多批评民进党政府等等 这位资深媒体人更是爆料 从定义题到制作脚本 整个讨论过程都有一个操着中国口音的人出席 原本大家以为是合作的制作公司的人员 但是这个人几次提醒一些特定角度引起关注 甚至在录制第一集时 这个人居然就在录影棚内逐个的核查 访谈嘉宾是否按照脚本来发言 以及标题和合成影像是否符合制作计划 这个人甚至私下指点嘉宾 应该从什么角度来发言 最后发现这个人原来是新华社 驻台湾记者赵博 爆料人说这下就明白了 为什么节目组会硬要挑选一些冷门的主题 还指定必须邀请某个大派名嘴来做嘉宾 在得知参与节目的事情被传开之后 赵博近日已经紧急离开台湾 新华社改派另外一名记者到台湾注点 自由时报没有披露爆料媒体人的身份 也没有透露与中共国台办合作的 这家台湾电视台的名字 但是报道中说 这位资深媒体人提到 在马英九访华期间 这个节目按中共国台办的要求 特别制作了一系列吹捧马英九的主题 称马英九执政时两岸关系好 6月24日是香港《苹果日报》停刊三周年 2021年的这一天 《苹果》出版最后一份报纸 目前《苹果》创办人李志英 及6名前高层被控违反国安法 被关押超过1000天 案件仍然在审理当中 公司资金遭到了冻结 数百名员工仍然没有拿回全部的工资 有新假期折现及前散费用 三周年之际 《苹果》前记者化名A 对自由亚洲回忆说 以前的工作好有意义 现在做什么都感觉没有意义了 但这些都不重要 在《苹果》消失之后 再见到现在的情况 你便知道《苹果日报》的意义在哪里了 三年来A定期去探监 也会探望旧同事 但是只在案件提躺时 去过一次法庭旁听 他表示自己不太能够控制情绪 工作曾占据他大部分的热情 但是他现在没有正式的工作 也绝对不会再进入新闻业 他解释说 香港没有做新闻的空间 很欣赏现在仍然继续努力的人 他们面对很多困难 但是自己没有热忱去克服这些困难 而且他现在不想再看新闻 如果做这个行业一定要看很多新闻 但是现在的新闻会让人发疯 谈到苹果停刊 A表示少了一份敢发声的报纸 对公众来说是一个损失 现在整个政治环境不同了 其他报纸都继续存在 但是有些议题你根本就不可以报道 香港不是因为没有苹果而陷落 是苹果因为香港陷落而消失 益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串谋煽动罪 2020年12月份被逮捕一直被关押 案件托迟去年的12月份才正式开审 同样被控罪的6名前高层 要等黎智英案审结之后一并宣判 日经亚洲报道 中国禁止境内博彩之后 博彩业转往菲律宾等国经营线上赌场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政府曾认为 离岸博彩能为菲律宾带来经济利益 但是分析家警告 这可能成为危害菲律宾国家安全的 特洛伊木马影响深远 菲律宾警方最近在军事基地附近 破获一家非法离岸博彩公司 在现场发现几件共军的制服 引发菲律宾大众愤怒及国安疑虑 美国塔夫茨大学刻作研究员坎巴 将离岸博彩业者视为威胁 他指出菲律宾政府对这套离岸博彩系统不够了解 也没有足够的监管技能 坎巴还说虽然目前无法判断 这些人是不是特洛伊木马 但是他们可以在与中共签约后 成为特洛伊木马 例如纽约的中共犯罪集团 就曾资助政坛候选人 菲律宾智库ADR战略 与国际研究所所长曼西特认为 应将离岸博彩业者认定为威胁 因为这些营业地点靠近军事基地 报导指现场发现了共军的制服 这些显示了博彩业者可能被利用来收集情报 或者是执行其他隐秘任务 曼西特还说 离岸博彩业 一直与洗钱等多种违法活动有关联 会暗中破坏菲律宾的法治 菲律宾与中共近年来在南海纷争不断 地缘政治紧张升温 这都让离岸博彩业问题更加的复杂且敏感 国防部长铁欧多洛 本月稍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线上赌场削弱菲律宾的金融地位和评级 腐化社会应予以遏制 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安约告诉日经亚洲 离岸博彩业虽然还没有构成国安威胁 但是却是一项国安疑虑 他表示菲律宾必须关闭境内所有违法离岸博彩业者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 在近一时间里和您分享一个今天的消息 正如广大网友们所预料的事情发生了 自从上次吉林有人刺伤外教的事情发生之后 有网友就说以后在中国 这种刺杀外国人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这不又来了一起 日本NHK报道 24号下午 一对日本籍的母子在江苏苏州被一名男子刺伤 母子均没有生命危险 行凶男子被警方抓获 多位目击者称 袭击江苏日本人学校校车的凶手 是一名五六十岁的男子 他抓到一名男孩并且挥舞手中的刀 随后乘务员家长和周围其他人 一起用雨伞和袋子制服了他 被制服之后他依然吵嚷了一段时间 网友们不禁想起最近在抖音上火爆的 殴打日本人的小短剧 这类短剧目前在抖音非常受欢迎 剧情通常是表现 在华日本人对中国的底层劳动者进行侮辱 继而遭到中国人的反击 虽然这些剧情看起来觉得很无脑 但是拍摄视频的账号却有几十万人在跟随 那么您觉得抖音上这些殴打日本人的小短剧 和这次日本籍的母子被刺伤事件 有多少关联呢 对于这一话题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 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